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吉隆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呢 要先带你来看 台湾永续发展目标协会 在西定国小举行 月动基隆健康城市 Jump for Heart启动记者会 邀请基隆市国小学童 参加跳绳活动 透过全市国小学童一起跳绳 企业将会将运动时间 转换成爱心捐款 全数捐给中华民国 心脏病童儿童基金会 作为先天性心脏病童医疗 与相关的学术研究专用 你跳绳我捐款 台湾永续发展目标协会 发起Jump for Heart活动 邀请全基隆市孩子 一起投入跳绳的世界 同时还能将运动时间 转换为善款 捐助至财团法人 中华民国心脏病儿童基金会 而孩子们的奖项和爱心善款 都由竹坚餐饮集团大力赞助 我们就是那个 配合永续价值的基金会 回馈地方 关怀心脏病先天疾病的儿童 希望把这个爱推广出去 我想我们其实也是从基隆出发的 只要基隆在地有任何的需要支持 或关怀的活动 我们都是非常乐意参加的 Jump for Heart第一站 选在全台跳绳风气最盛行的基隆 来作为起点 西定国小孩子们 以跳绳为活动开场暖身 教育处长更呼吁大家一起来运动 跳绳活动可以达到健身 然后增强体力 然后也可以减少我们 现代人三高的疾病 从小朋友开始 然后也能够带动家长一起来运动 那最好是连阿公阿嬷都可以一起来运动 我们基隆运动爱台湾的这项工作 推展的是我们是全国唯一四连霸 希望说我们未来还有机会 朝向五连霸这样一个目标来迈进 金融市议员童姿卫 张敏军及张之豪都亲自到现场 支持这一项极致异议的活动 很高兴说我们今天 大家能够在这边推广这种 我们的健康产业 那尤其是这种像跳成这样的运动 我想我们竹间餐饮集团 从我们基隆仁爱区出发 然后现在变成一个集团 然后有机会还可以回馈基隆 回馈社会 尤其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运动的发起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善的循环 竹间企业呢 之前也兼了三千品的酒精喷品 为我们防疫来去贡献 那今天其实它是一个起点 我相信竹间企业会继续回馈我们基隆 关心我们基隆弱势的儿童 活动过程中 小朋友将历经为期四周的跳绳挑战赛 四周的活动统计完毕后 全基隆市小学生的跳绳时数 将会转换为善款 捐助至财团法人 中华民国心脏病儿童基金会 帮助更多的心脏病友 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发展 台湾永续发展目标协会 与基隆市政府 希望这一个活动 能够培养孩童的健康习惯 并从中教导同理心 回馈社会 将爱传递 进而实现与联合国 永续发展目标接轨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再段一来看 加勒福文教基金会 近日与暖暖最用心幸福食物银行合作 联合基隆五家加勒福超市 将集齐品送进食物银行 发挥叙实与席食的力量 投入社区关怀超过十年 地内社区发展协会执行长邱梅萍 在老公及亲友们的支持下 从推广素食 银法共餐 到基欧民间第一家食物银行 最后引领其他区域的食物银行 尽最大的努力 照顾最需要协助的家户 总赞除了就是 我们平常会摘一些物资回来 分配给我们其他的分赞之外 我们也会跟他们保持联系 看他们的需求 然后也会看说 这些服务的民众 他们服务的过程 然后平常保持联络 那会把这些 有一些需要食物的民众 我们把这些食物 分享到其他各站 然后再借由这些各站 再分享给需要的民众 散发暖暖的温情被看见 在加勒福基金会提出的企划中 与暖暖最用新幸福食物银行签约 未来五家在基隆的加勒福超市 会提供集齐品 交由食物银行 不只环保 更让爱延续下去 你们在每天 就是已经集齐 要出清的东西之间 可以挑出是可以用的 可以吃的 尚可食用 虽然卖相不佳的东西 可以捐赠出来 去延续食物的生命 这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我们本身呢 除了本来就有老人据点的服务之外 我们也有每个礼拜三天的 爱分享冰箱的服务 那除了爱分享冰箱服务 我们也有食物银行的服务 那目前我们也有服务瑞芳的朋友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加勒福 今天有这一个资源 能够一起来协助延续 可以去照顾更多的需要帮助的人 那时候敏讯在108年度 当选市议员之后 那我们来成立这个 最用心幸福的食物银行 那我们食物银行是这个 基隆市民间的首创的食物银行 那后续我们在半年之后 我们就陆陆续续来成立 这个我们的爱分享冰箱 那让这些物资可以再 透过冰箱的形式 那发想出去 再结合各社区 那发散出去 让有需要民众来做领取 那目前我们整个基隆市呢 也已经有12处 包含新北一处 总共13处的这个爱分享冰箱 的这个据点 那就是因为这些 我们长期在做这些 蓄食的活动 那刚好跟家乐府这边 文教基金会 跟台湾食物银行联合总会 来做结合 那他看到我们这边 确实只有在做蓄食 洗食的这个部分 那我们就一拍即合 可以埋合更多的单位 更多的机关 更多的团体 一起加入这个 响应食物不浪费 那让需要被帮忙的民众 可以得到温暖的帮助 卖场为了避免销售集齐品 多数商品在货架上 仅有三个月的生命周期 家乐府强化食物系统的韧性 将盘点下架的集齐品 送进食物银行 不只可让食用的食物 不被浪费 也更希望让更多的商家 投入行列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七堵南光街 主著准提佛母的 无极云佛宫 特地集结了 300位师兄师姐的力量 发挥大爱 购买了一辆价值 170万元左右的救护车 赠送给台湾矿工医院 协助医院救治病患 为在七堵南光街 主寺准提佛母的 无极佛云宫 奉佛母的指示 做善事 特地集300师兄姐之力 发挥大爱 购买一辆价值170万左右的 救护车 赠送给台湾矿工医院 协助医院救治病患 我是非常的开心 那当然我们一直希望 一直把善事 一直绵缘下去 因为我身为基隆 人 我当然还照顾基隆的 朋友师兄师姐 那每一个来到场的人 真的都非常非常的有爱心 所以不管怎么样 不管怎么样 真的非常非常的感恩 那真的院长人也很好 那佛母娘娘也指定 一定要捐给矿工医院 就这样子 矿工医院也由院长 李庆福代表回赠扁儿 感谢大家 造福民众 真的是我们义父亲也得到 很大的安慰 我当然是很希望说 以后也有一个 继续健身的机会 那我们有需要 我记得大家都很有心 现在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他们都很大方的 把自己心爱的东西也建出来 那这是我非常感谢他们的 院长李庆福进一步表示 疫情发生以来 受到各界源源不断的 鼓励和支持 让全体医护人员 无后顾之忧 发挥专业防治病毒扩散 完善治疗病人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 在带来看 五赌国校周遭的人行道上 多处地砖撬起浮动 一不小心就容易绊倒 家长向市议员张耿辉反映 张耿辉也邀及市政府 和学校等单位现场会刊 要求赶快改善 踩着撬起浮动 一不小心就容易绊倒 受伤的地砖 特别是对于 还在念幼儿园的小小朋友 实在相当危险 那幼儿园的老师 就会带小朋友出来散步 会沿着学校周遭这样子走 那老师就也有反应说 小朋友常常踢到市转 然后就直接扑 就往前扑就直接跌倒 那我觉得这个对 那种幼儿来讲 就是很不友善的环境 所以就是特别请求我们张议员来帮忙这样子 在家长反应下市议员张耿辉特地邀及主管单位 市政府公务处和五赌国小下方人员到学校周边 能行到现场会刊 初步判断可能是受到树根生长的影响 多处地砖翘起浮动 可能我们再找那个相关单位 来针对树根的部分做个处理以后 那我们会再做那个 人行道的那个再把它整理回来 那在这个靠时间路这一侧 有几个地方 有一个地方 有一个小块 有两三个地方是有那个 那个之前电的那个 人行道下面的电纱有流失 然后状况有一些摇晃的状况 那这部分我们就天后取可 天后放晴的时候 所以我们就来是做把它就回复回去这样子 张耿辉要求市政府公务处尽快改善 也获得家长和校方的感谢 我们的未来的主动人 他们平常在校园行走的时候 经常必经的路段 所以我也要求他们一定要把这个人行步道 不管这边通往百无色系的行人步道走也好 还是我们学生家长 都要为他们在行的方面 一定要他们做一个安全 有保障的行走空间 学校这周遭的人行道呢 严重的突起 影响了学生上下学的安全 那我们特别拜托张耿辉张议员了 然后请他帮忙就是协调我们 希望市政府相关单位 能够来协助学校来改善这个周遭的人行道 那这样以学生的上下学安全 包括家长上下学的安全呢 是学校的责任也很感谢张议员的帮忙 看似小问题却隐藏着对小朋友和小学生行走的危险 张耿辉呼吁民众和家长在还没有改善前 行走在这些人行道上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地方巨街四街还有其他可行性的替代方案吗 就有学者提出基隆雨的底下有一座火山 可钻井获取热源 解决能源危机也包括生态 台电规划填海造路18.6公顷 将协和发电厂改建为第四座天然气接收站 遭到地方反对 担心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严重破坏 有其他的可能性吗 它的能源转型 我还是这世界的代资 我们来到永续海洋外幕山工作室 参与外幕山协和电厂地热发电说明会 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名誉教授李昭新指出 基隆雨底下有座火火山 初步评估可以取得500万瓦的地热潜力 相当于一座协和电厂的机组 现在这种世界上钻地热的技术非常好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就从陆地上钻井 那路上钻井钻井的位置不用太大 就是一个孔而已 钻井下去以后打斜井 可以斜到两公里外 那就可以会接触到热源 然后有热源的话 这个地方的地热的印厂要非常非常非常大 现在这个协和电厂 它已经只剩下一个发电机 烧重油的发电机在燃烧 然后它的那个发电量最大最大 是500个Megawah 百万瓦 那地热在这一带 我相信可以供应那么大 那如果说根据 如果我就直接讲 根据这个经济部 这边要做这个四接 然后它四接的 它是要是2.6个Gigawah 就是10亿兆瓦G 那个是M 又大了1000倍 然后那2.6这个地方我就不敢说 这个是有没有那么大能量 但是呢 我们这个地方我可以包括金山万里 然后我甚至还可以到龜山岛那边 这都还没有开发还没有讲 然后还有清水 就是说我把整个北部的 这些地热发电起来的话 也可以供应到2.6个Gigawah 但国内对地热研究资源不多 技术上也需要政府支持 期盼政府能正式地热开发 任何一个公共设施 它政府本来就有义务要做 那你不用想说 填海造路要花个几百亿 其实几百亿在地热发电 它可以发出来的也是几百Megawah的条件 这完全是看政府要把这个资源投入在哪一个部分 你要投入在填海造路上面 还是把它发展技术上面 然后能够开发这边热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开发天然气 你未来还是有很多的能源进口 燃料的进口的费用 可是开发地热你没有燃料费用 你建厂完之后身价维护费用 每年大概5%左右维护费用 你不需要燃料 所以这个其实是政府在这种能源比较上面 其实它当然知道地热比较好 可是它没办法确认这边有没有地热资源 那我们知道这边已经有火山了 下一步就是我们确认这边的地热资源的条件 有多好 然后我们怎么去开发 怎么把一个重油的电厂改成天然气电厂 甚至它也可以跟地热电厂 地热电厂也可以跟天然气电厂一起共存 所以这其实都是可行的方向 我们就不需要一定要开发到 两个大机组的天然气电厂 然后变成说这个地方的整个环境的影响会那么大 因为地热发电的影响对环境其实最小的 但天海造陆下去 它必须伤害是海底的台湾资源 那这些资源事实上就是牵涉到渔业资源 那我们这万木山的很多渔民 它其实是靠捕鱼为生的 那虽然它可以领到补助金 但是这些钱其实不够一些年轻一代的渔夫们 可以有长期稳定的收入 那再来就是说基隆港 基隆港是基隆的命脉 那一旦这个天海造陆下去之后 其实会影响到船舶的进出 那有可能越来越少货轮会想要停基隆港 会越来越多转到台北港 那整个会影响到基隆的生态 那我们一直在谈说基隆的经济 基隆的工作机会 然后以一个在地的年轻人 我们很想回来基隆工作 然后也想照顾父母亲 可是我们被逼的就是越来越没有工作机会 那一旦这个填下去之后 我们的观光的发展 然后以及经济的发展会越来越受限 那我看到地热发电 事实上如果北海岸有这么多的资源 基隆又离台北那么近交通那么方便 其实未来如果有机会 基隆作为一个地热发展的基地 那它可以产生出来的地热发电的产业链 会非常非常的雄厚 这样子的话基隆有可能再一次成为 台湾的源头 然后作为经济起飞的一个原动力 尽管预估地热在建厂后 每年只要负担约5%的维护费用 但前期的空间评估 探勘等还需要花时间规划 遥遥无期 但地热方案倒是给生态保育一线希望 记者黄少民蔡小军采访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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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到财神爷圣诞 总是吸引大批信众 来到慈云寺 直角求发财归 以祈求能够财源广进 慈云寺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信众任养 到了慈云寺 可千万别忘得到财神殿参拜哦 欢迎回到中文家新闻现场 基隆有一名国小五年级的学生 下课时间跟同学在走廊上玩 结果不小心他的右手掌 就直接插入墙壁上的挂钩 动弹不得 消防队获报前往协助 先用刀把残交剔除 再协助送医 所幸男童没有大碍 只是受到惊吓 男童实在很紧张 因为手插在挂锅上 消防队员和老师一边安抚 一边协助脱困 利用刀子将挂锅上的残交刮除 花了十分钟 总算让男童手离开墙面 在消防队长和消防队员协助下 男童送医急救 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 小朋友他的手掌 被一个划钩 然后刺在他的掌心里面 那我们现场利用一支刀片 那把划钩连交的部分 把它割除 然后后面我们就请我们的救援人员 尽速将他送医救 这起意外发生在22号早上 借有某国小五年级学生 下课跟同学在走廊上玩耍 把右手不小心插入走廊围墙上 用来挂抹布的挂钩 孩童一时紧张 急着哭了出来 学校老师赶紧通报消防队 但因为担心孩童紧张 只好先将残交剔除 再送医急救 走廊旁边的这一种钩 其实它是方便小朋友挂抹布 因为在学校里面 这个旧式学校 很多空间设备没有那么够 所以老师呢,这应该是前前前以前的老师贴的啦 那这样的挂钩 贴在上面小朋友抹布操完之后就可以过到这边让它晾干 那我们没想到小朋友下课再玩的时候不小心碰到了 那未来我们会把所有校园里面有类似这样的全部拆除 那也会在校园安全教育这一块再加强 不管是在班上会对全校都会做一个机会教育 希望以后这样事情不要再发生 那原则上如果发生这种状况的话 我们建议就是维持原现场状况 不要去动它 那请校园人员到达现场之后 我们会做一个急救的处置 意外来得突然 还好送医急救之后 男同没有大碍 校方也表示 未来会全面的移除墙上的挂钩 避免类似意外在发生 也提醒小朋友不要在走廊上奔跑玩耍 注意周遭安全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进入春夏之交 金融知名五星级饭店吃到饱餐厅 特别推出了丰富多元的泰国料理 除了主厨特制的泰式木瓜酥肉等餐点 以及县主区的泰式椰奶咖喱面 饭店还大手笔提供现烤海鲜 包括了生蚝 天使红虾等 通通认你随点随吃 用250度高温下去烘烤 鲜红的西班牙天使红虾香气四溢 只用盐巴涂抹更凸显出红虾的鲜甜美味 西班牙红虾我们是用250度下去烤 然后烤出来这个是里面的那个肉质会比较嫩 外面会酥香还有盐巴有盐巴的香味这样 还有现烤生蚝 肥美的生蚝肉及滚得冒泡的甘甜汤汁 让人忍不住想大快朵頤一番 这是基隆五星饭店最新推出的 现烤海鲜吃到饱服务 结合北台湾近海丰富多元的新鲜鱼货 用最简单的料理方式 让消费者品尝到食物原味 满新鲜的 然后它是因为是原味去烤嘛 所以它只有加盐 所以可以凸显虾子的甜味 进入春夏之际 饭店自助餐推出国际美食节活动 料理主题以泰国美食为主 其中有主厨设计的泰式木瓜酥肉 酸甜酥香让人胃口大开 木瓜酥肉 所以我们这个是五花肉 五花肉下去先腌 腌太式的香料 再下去用太白粉再去酥炸 搭配木瓜 还有泰式的酸甜酱 还有洋葱会比较爽口 还有马沙曼蓝牌 及泰式芭蕉蒸海鲜 也是好吃的让人一口接一口 很获用餐民众好评 芭蕉蒸海鲜就是不要用新鲜的白鱼肉 加泰式的香料 例如红咖喱 我们酱汁的部分就是用椰奶 所以海鲜跟椰奶部分搭起来是蛮爽口的 喝酒又新鲜又好吃 我每年都有来吃 它那个烤得很干而且很新鲜 所以吃起来脆脆酥酥 那它这一次有加泰式的蒜片辣椒 所以吃起来非常香 可以配啤酒 我们每一年都来 每一年清明跟新年都来 我们这一次针对海鲜沙拉还有我们的肉品 有推出了很多到县煮的料理 还有沙拉美食 那在酸酸甜甜的香味之下 希望所有的来宾都可以品尝这个春初夏的好滋味 县煮区还新增泰式野奶咖喱面 加入鲜虾鲜虾 鲜虾等配料 浓郁的滋味 有人一次就吃上三碗 原来咖喱面 我们这个特别的就是说 那个它的酱汁部分 酱汁部分是用印度咖喱 还有那个泰式香料 下去炖煮 去熬煮出来的一些那个汤汁 这个酱汁 就是要吃起来 喝起来的 它的汤汁 就有点就 那个咖喱的辛辣 还有菜式的那个它的咸酸的那个 酸度是有一点 可是那个它的煮起来的那个香味会比较浓郁这样 搭配海鲜 就南洋的就是说一些 还有搭我们的那个小贡丸啊 还有那个鸟蛋这样 除了不定期变换料理主题及菜色 这家五星饭店也推出限时优惠活动 三月底前三人或五人同行消费都有优惠 那针对这一次的自助餐 我们也推出了非常多的限时优惠 比如说到三月底之前 我们有一个三五好友的限量优惠 那在三个人同行会有一人免费 五个人同行会有两人免费的快闪优惠 那希望大家呢在三月底之前 都可以约您的好朋友还有家人 一起来享用这个自助餐 还有65岁以上的银法族 居住在北北基的民众 以及辛勤的军警消防及医护人员 在四月底前前来用餐 也都分别享有折扣优惠 期盼的民众一次从北吃到南 片尝各地美味 在丰盛的无国界百会料理中 感受春天的滋味 记者张奇腾基督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青松电台96.9 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